主料,鸡生肉500克,鸡蛋一个,辅料,生粉,面包汤,盐,味精,酱油,五香粉,芝麻,自然,辣椒面,鸡胸脯洗干净,切成条状,加入调料,用数量披一手套搅拌均匀,为半个小时以上,倒入生粉搅拌均匀,打入一个鸡蛋搅拌均匀,每个鸡肉上均匀的沾上面包汤,就这样, 小盆中倒入适量的油,烹饪技巧,过鸡蛋的时候鸡蛋放多了就没有酥脆就敢搅了咸蛋自己掌握,本人感觉咸点好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